大家好,我是怪修成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点点评像 北方稀土,宝钢股份,圣河志愿,圣屯框叶,华友谷叶,韩瑞谷叶等 记住点评,请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像北方稀土 好,那么对于北方稀土这一次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咱们用传统视角和残伦结构相结合 传统视角的话,首先,这类个股呢,一是有业绩的支撑 那么呢,它属于缩链三角的突破 那么突破过之后呢,当前沿着五军线的爬升,五军不破 那么对于这一次个股的话呢,如果说用传统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它作为收敛三角的突破 而且呢,伴随量能的方大,突破是为有效 MSD呢,金叉在临轴上方 好,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更多视角就属于突破之后 传统维度,突破之后回踩确认 回踩的话呢,是可以把握它的一个低息的节点的 这是这种传统的一个视角维度来进行看待 那么具体的话呢,可以参考 例如说像前面对应的 像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下沿 就那后面有回落 可以呢,用这种低息高抛的一个视角去应对去跟踪 好,那么我们再用残论的一个结构 残论的话呢,当前是属于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没有出现顶分破五军之前 那么呢,还属于延续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中 这这个视角 好,那么呢,连续两天缩量 这一点要警惕,后面能不能向上补量很重要 如果说量能还保持缩减,那么防范的是短期的技术性调整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用分钟级别的一个纬度来进行跟踪 那么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 那么对待这里个股 那么观察的一个重点 例如说可以把51块一毛五的位置作为下方30分钟中枢的上沿 好,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说给出30分钟的性能下 5分钟的组织类型下跌 不破51块一毛五的位置呢 可以把握一次30分钟级别的三里买点的一个视角 好,那么讲到此处的话呢 咱们回顾一下前面讲过的一个内容 就是呢,对待任何个股 先观察它当前的位置 就是呢,当前的位置 首先,你自己的是属于什么什么级别 什么操作级别 然后的话呢 当前它的位置是属于相应级别 找最近的中枢 它是属于在中枢内中枢外 还是中枢 是中枢内中枢上还是中枢下 如果是属于中枢上 那么呢 等待 打比方是30分钟级别的话 等待一个300出现 在300刚刚出现之间呢 进行把握 好,那么如果说是在中枢内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一般的 那么可以直接放弃 不操作 如果是在中枢下 震荡当中 列出了中枢下 但是呢 没有形成三连买点 内部的话呢 四级别结构有被词 可以把握它的一个 用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 把握它的机会点 好,这是对于 对于北方西组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 从44块9毛8的位置 它前面是一个五分钟大的线上 前面这位置呢 可以把它做一个五分钟 中枢主键 中枢主键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53块6毛6的位置 如果说五分钟线下 线段下回落 不破 前面五分钟足足上沿 那么对应了 例如说像今天的 日内 低点 54块02 它实际上是可以作为五分钟 级别的这样的 低吸高抛的一个节点 好,这是 北方西组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包钢股份 包钢股份的一个表达 那么当前呢 这类个股的一个跟踪视角 就属于 当前沿着五分钟的爬升 也是属于日线的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今天呢是被上周五所包含 量能来讲是 说量的一种状态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要量的能够跟上 它就有可能继续继续往上 同时的话呢 像这类个我跟踪视角 短线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其实和咱们前面 嗯 讲的关于 关于广 嗯 好,关于什么 关于西组里面呢 像广松有色 当时讲到一个视角 是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那么一个是沿五军 一个是低点和低点相连 这种小的趋势线 那么贴着趋势线 作为短线的低吸的节点 如果说呢 后面跌破了 那么短线可以呢 先防一防 结构出来 如果说不破 贴着趋势线 贴着五军可以作为低期的节点 好 那么包钢股份的话呢 当前也是如此 用这样的视角去跟即可 那么 用三线操盘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一百四十年均业 是它的一个中期的 原则位 只不过呢 随着股价的一个上涨 那么再看参考一百四十年均业 就有所 嗯 不应景 那么这类个股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当前先守五军 那么下方有个缺口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回踩不破 它是一个用中处震荡来去跟即可 好 这是包钢股份 如果说用 三十分钟的维度来讲 当时三十分钟线段上的延续 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的一个剧情也是五分钟 这样的一个大的线段上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像广升有势 在他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之前 咱们呢 用他的一个视角 在这个位置就讲过 用短线的维度来讲 贴着五军作为一个机会点 以及 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嗯 趋势线 好 后面的行情没走出来的视线 在这个节点讲 可以用这个视角去跟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圣核支援 那么对于圣核支援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同样的 当前的话呢 五军上传一百四十年均线 十年均线 十年均线的即将上传 量能有所表达 有所表达的话呢 那么传统视角下的 它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平台突破 突破之后的回踩确认 那么可以把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突破 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只要回踩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上沿 那么呢 回踩即是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或者低息的集点 再结合呢 它小周期来讲反 小周期来讲低点和低点相关 形成这样的一个小的趋势线 所以说呢 回落低息的集点 破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破了下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那么呢 进入风险的一个防范 同时呢 考虑到它距离一百四十年均线比较近 可以把一百四十年均线 作为强热的一个关键位 来进入跟踪 好 这是传统视角下的一个跟踪和表达 如果用禅论结构的话呢 那么结合咱们昨天讲到的当前的价格 在什么位置呢 它下方有一个三十分钟中枢 那么用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就看 就是在把握三十分钟级别 那么在三十分钟中枢的位置上呢 中枢上延 当前的价格在三十分钟 最近的中枢上方 那么等待三十分钟级别上的买点 意思说呢 这个位置 当前这样的一个回测也好 反弹也好 对应呢 它只是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好 这是属于三十三的离开段的发展当中 好 那么后面呢 如果我给出这样的五分钟的盘整下跌 或者是三十现在下跌 那么不破下方呢 三十分钟上延 它对应呢是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如果说接触了呢 这个位置直接回车 接触了前面这个中枢 它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它是属于呢 它用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 内部次级别 内部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有被磁 也可以挖掘它的一个低吸高抛的一个机会点 但是反弹一旦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就是卖点 好 这是圣核资源的一个跟踪视角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圣存矿 圣存矿矿 圣存矿矿的话呢 咱们前面在周末在上周的时间也重点点评过 点评了几点的话呢 咱们用几个维度 第一 这类个股的本身 它是有一定的意义之声的 在2021年的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呢 像4.1亿7.1亿14.9亿 净利润增长率呢 百分之一千五一千八一四百六十七 业绩是提升的 那么有意义提升的前提之下 调整非常充分 没有中大利空 那么它未来被轮动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 而且从技术维度来讲 它又调整到144年均线的位置 144年均线呢 是咱们三线抽盘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拐点 挖掘拐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好 线上为强 线下为弱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当前的话呢 它是沿着五军线的爬升 那么贴五军即为短线的一个关注的节点 或者是短线的这样的买点 如果五军不破 贴五军作为机会点 那么向上的话呢 见好就收 但是这是传统视角下 如果是用残略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 先看大结构再看小细节 大的一个结构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 后面跟的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上 中间有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日线级别中枢呢 当前的节点它实际上是处于日线的三类买点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的观察的是属于三买 最终转二脉还得转一脉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向上如果说给出一个日线的一个线端上 前高 如果说能突破 那就是三脉 和在观察前面和前面这个位置有不被吃 有被吃的话呢三脉转一脉 如果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三脉转二脉 这是大的一个结构 好那么我们再来去观察细节 观察细节的话呢 那么当前是属异比上的延续当中 还在不断的给出新的高点 那么小周期来讲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小平台突破 那么放在长轮视角下的属于五分钟中枢 也说呢 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下方它实际上从九块一毛八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它有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延伸 然后的话呢 走的是要离开段 这个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它是属于五分钟的大的线端上的表达 那么又穿着视角呢 就是贴着五军 以及那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只要不破 那么贴着趋势线呢 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低线的节点 如果是用残论视角下 用单纯的线段的一个跟踪视角就是 每一次五分钟的线段回落 不破前面的低点 都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买点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五分钟线段上 线段上的话呢 对应的不能突破前面高点呢 就要找卖点 突破前面高点 只要发生这样的一个先端被词 也要找进行找卖点 好 这是生存框叶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当前对于这一次个五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还可以简单的沿着 就是没有趋势之前 没有形成方向之前 不要用单纯的五军十三军这样的去跟 如果说已经形成方向了 那么沿着均线去跟即可 好 这是生存框叶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后面跟踪的一个维度就属于当前 来讲它只存在什么 只存在五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来去不断去跟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位置再给出一个五分钟线下 和前面的构成这样的五分钟书 和前面的同级别同方向 后面再往上的话 防范的是九块一毛八以来一笔上的 一旦出现这样的五分钟的趋势上 发生被词 防范的是一笔上的结束 如果后面呢再给出这样的一个带有抵抗式的调整下跌 给出五分钟的攀整下 然后的话呢 三分钟线下日行的一笔下 但是呢内部有结构不破前低 那么它可能会存在一次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类来点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这一笔上还没有走完 一笔上的内部呢 是五分钟的组织结构 所以说呢当前像圣灵矿业的话 有的沿着五军去月跟 那么呢五军不破可只有偏的五军可见知识 好 那么如果说没有的 那么对应的超短的维度来讲 你观察一下五军仪的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形成的取得屈指尘线即可 当前属于量价健康量价起升的这种状态 好这是圣灵矿业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 华友孤业以及呢韩瑞孤业 好 那么华友孤业呢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于这一支个股来讲 首先呢像基本面来讲是有支撑的 然而我们再来看它技术面表达 它这一次呢 它也是在一百四十年军业位置附近 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动作 那么在历史上 这是一个咱们要的重要的拐点 重要的拐点 好 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只不过当前的话呢 对应的它的上传过程当中量能已经呈现有所 有所不济 那么对于华友孤业来讲 它整体的位置呢实际上 并没有太 就是整体位置上面来讲 它是积累一定的涨幅之后 从一百四十年间反弹前高又承压 前前高又承压的话呢 那么对待这里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它是属于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走的是日线的一个线段上 线段上的话呢 在前高附近是有承压的 所以像这类工的相似上不建议去追 因为前面呢 它历史上的一个涨幅还是比较的庞大的 这是一个视角 好那么这单纯从回归到技术面本身来讲 那么这类个股的跟踪维度来讲的话呢 上任过程中呈现一定的量价背离 就那价格还得给新高 但是呢量能来讲它是属于整体来讲 尤其是进攻的量能是一波弱一波 好所以说呢像这类个股再往上不建议轻易的去追 好 那么如果用残量结构来去跟踪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几点对应呢 它是属于那么属于这个位置呢日线的先端上 如果说呢不能突破前面的这样的高点是大而卖 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要对比什么呢 要对比的是从上一轮这个位置日线的一个先端上 我们来看日线的先端上日线的这样的一个先端下 再走这样的日线的先端上 如果说呢这个位置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是日线的大而卖 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那么也容易发生背驰 发生背驰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也是找卖点的 所以说它向上的空间 虽然说呢作为稀有金属作为孤的和行业龙头来看 那么这个位置向上的和它历史的走势相比较来相似的空间 就是进入背驰段的一个节点上 所以说呢向上不去追 只不过呢对应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后面在那当中用5分钟的一个维度 它是属于5分钟中枢的组件 我们来看用5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看的话呢当前是5分钟中枢组件 如果呢始终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先端下先端上先端下始终不破前面的这样的地点 它可能会存在5分钟向上的这样离开段的一个做法 好 这是华野孤业 那么韩瑞孤业的话呢我们来看 韩瑞孤业 那么这一只个股的话呢它的相对位置来讲 更认为呢更有优势 第一呃存在一定的补涨的逻辑 那么第一从它的基本面来讲归属母公司金利润 2021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归属母公司金利润呢是 9995万3.5个亿4.8个亿 金利润增长率呢300% 407% 199% 199支撑 人的从位置上面来看大的结构 大的结构的话呢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不断延伸 最终的话呢咱们前面讲到过这样的视角如果说呢1234567 这个位置的话呢一可以期待图推延的角度来讲可以期待呢日线的这样的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推延视角 第二呢如果说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想主流向上离开段首先得突破前面高点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如果都不能突破那么给一个日线的线线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然后你打下来 打下来的话呢它只要不出现这样的一个日线的三连卖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一旦9段它可以升级为周线级别的中枢 一旦升级为周线级别的中枢呢 那再往上它可能会迎接这种类似于再次出现这种真正的组成案的一个剧情 所以说呢对待这类个我这个大的一个结构这个大的结构呢想走完 或者是想要堆现的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堆现的或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生长出来的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它的结构 好那么对应的话呢我们再来去看细节看看就是哪用传统维度来讲这个位置它属于大的这样的一个宽幅增大 但是低点整体来讲是太高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小细节小细节的话呢那么当下的一个节点它属于三线潮盘的拐点处 拐点处的话呢那么当前这样的一个带量量价提升浅高附近乘压 这个位置的话呢对应了它只是一个首先呢这是一比三的延续当中还没有结束 还首先不断的给新高 但是呢上涨尤其是急速上涨过之后呢一定不是找买点的 这个位置呢所有的买点它一定是在下跌当中去实现的 一类一类买点的是被迟二类买点的是建立在一类买点的基础上面 三类买点的建立在中枢上面 所以说呢当今的价格呢它用它处在一个什么下方有一个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在这样的一个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那么接下来呢可以等待一个日线的一笔下或者是等待一个三分钟 新增下五分钟的盘转下跌回落不破这样的一个下方的平台不破这样的中枢 可以期待一个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来去跟 好这是韩瑞故意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其实一有业绩二的话呢它的一个历史的位置来讲 就是它属于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讲 那么它对的话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 这个宽幅震荡的话呢 第一点整体来讲是属于抬高的状态 所以说呢如果说后面给出这样的一个一 这类个股呢是值得长期跟踪的 那么跟踪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跟踪的逻辑第一等待的是 市场给不给你合适的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如果说呢回落不破是属于三成的级别三点买点 好如果说呢这个位置三买给完 也说呢给出这样的一个 日线的这样的一个线端上或者走完 不管是销转大的方式还是说是三买转二买或者三买转一买 这位置走完后面呢有一个大的一个结构回落 回落的话呢那么考察它的内部结构 让饱满有被迟 又不破前面的地点或者地点还整体来讲保持这样抬高的状态 那么它是可以做为什么 作为一个大的一个波段 或者大轻轻嘛 作为周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再起来向上离开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空间 剧情可能就会更高 好这是寒日归夜的一个跟踪视角 那么当下的话呢 等它回落 如果不回落呢 很多时候宁可踏空 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好这是寒日归夜 那么以上的话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再一次声明 周纱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金融野能产品 不推荐任何理财方式 周纱也没有任何的助理 所以说呢 也无为妨假冒 所以说呢 很多对于很多粉丝朋友来讲 尽可能呢 还是说有自己的叛乱 有自己的技术体系 有自己的交易体系 有自己的风控的一种原则 任何人呢 视角观点都只作为一个参考 而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环游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再见